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生胜利组 我们的小编 奇 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 马来西亚之前颁布行动管制令 革命中心都要暂时关闭了 5月10日部分商务就获奖重新开业 但商场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极度可怕的一幕 皮具製粉竟然间发毛了 皮鞋 皮包上等等的产品都出现了一些煤菌 包包 皮带 皮鞋 就连一些皮制的座椅都产生了煤菌 只要是皮具製品就没了痕面了 网友们就猜测 商场停业了快两个月 这段时间没人清理 加上冷气关闭 导致室里面的空气流通不稳度上升 皮具製品就发毛了 亦都有人认为 上场里面的皮具製品都是残裂品 可能被不少顾客都没有过 商家停业期间也没有好好做清洁 所以就是这样发毛了 上场只是短短停业了两个月 皮具製品就已经变成这样 这个画面简直令人惊心独拍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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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